Odio Jungle Odio Jungle 来源,德国之声作者,叶宣台湾总统蔡英文,上周的接受三例新闻专访时,针对中国会打台湾吗?的问题,表示没有人会排除这个可能性。 这于他不久前对媒体称,相信,中国大陆领导人应当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,不会武力攻台的判断,有明显的出入。 蔡英文上周接受台湾三例新闻,推出新的时政讨论节目正知道了,主持人郑弘怡的专访,首先就台湾岛内受到关注的劳工、薪资、税收等经济议题,回答了记者的问题。 在访谈过大半后,主持人提出了涉及两岸关系的话题,问在中国持续打压和武力威胁之下,政府是否会有政策改变。 蔡英文表示,民进党政府的目标,是维护两岸的和平与稳定,面对压力。 关键是总统的意志,政府的抗压能力,和民众的团结。 他举例说,台湾观光业并没有因路客减少,而一蹶不振,目前不仅维持了原有水平,游客数量还略有上升。 而针对东南亚、南亚国家推出的新南向政策,也是抗压的表现。 蔡英文对大陆发出喊话,如果持续打压,只会让台湾人更团结,对于大陆会打台湾吗?的问题。 蔡英文回答,没有人会排除这个可能。 但他说,任何一个理性的决策者,都会谨慎斟酌,开启战端是否是一。 各选项,蔡英文还透露,在国建国造政策的框架下,台湾计划自主研发潜艇。 就在不久前,蔡英文还对媒体,做出过基调不同的表述。 2017年岁末,蔡英文在年终记者会上,谈到两岸关系时表示, 相信北京不会对台动武,连中国大陆都很难排除这样的看法,也就是两岸的问题绝对不会是军事武力的解决,而是会以和平的方式面对不同的意见。 李长,他认为,今天中国大陆的领导当局,应当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,任何对台动武的可能性,应该都不在他现在的决策思考里面。 此前,中国以台湾为目标的一系列军事洋链,机舰绕岛飞行,巡航已经被媒体称为新常态,引起台湾舆论的强烈不安。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遇去年12月签署一项法案,允许美国海军舰只停靠台湾港口之后,中国驻美工使李克欣当时表示,美国军舰抵达高雄时日,就是解放军武力统。 以台湾之实,中国官媒《环球时报》也在元旦发表的社评说,蔡英文当局如果在公投、台美军事、交流等问题上踩红线,大陆民众将很远意看到解放军才去行动惩罚态度,为不断升级对台军事压力。 解放军战机和战舰越过海峡中线,战机飞越台湾岛、军舰、停靠台湾港口等,都可能成为选项。 此外,中国非体制内学者邓玉文为《南华早报》撰写客作评论分析指出,虽然北京表面上继续呼喊和平统一的口号,但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一理念。 他认为北京可能计划在2020年武力攻台,最终解决台湾问题。